中国四川省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国四川盆地边缘的接壤地带 保护区内海拔超过三千米的山峰就有七座 连绵不断的高山形成了天然屏障 让动植物们在这片隐秘的丛林中繁衍生息 这里生长着近四万公顷的丛林 孕育着三千七百多种动植物 山与水滋养着这里的生命 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川金丝猴 四川灵牛 都在这片保护区中自在生活着 很难想象 这里曾经是伐木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唐家河从伐木场改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 居住在其中的三百多位村民 全部迁徒到山外定居 将这片山林归还给动植物们 在四十多年的修养生息后 这里成为野生动物的天堂 被称为中国野生动物 预见率最高的地方 唐家河有着丰富的地形地貌 在海拔三千八百四十六米的最高峰 生长着广阔的高山草垫 高海拔地区气候条件较为寒冷 虽然无法满足桥木茁壮生长 却为草垫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冷湿环境下 草垫的水分含量更加充足 生长的速度也更为缓慢 植物根精柔软多汁 是唐家河高山动物们享受佳肴的天然草场 秋季 低海拔的山谷中 各类植物旺盛生长 两百多万年前 这里地势较低 没有受到冰川的侵袭 各类物种得以保存 动物们在丛林中来来往往 这是生机勃勃的秋日唐家河 在水中也有生命自在畅游 唐家河的河流中 生活着九种鱼类 这里最热时 水温也不超过25摄氏度 适宜于冷水鱼和温水鱼的生存 鹅卵石的河床上 生长着各种枣类和微型生物 为水下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阳光让河水蒸发 形成云雾后化为雨滴 再次落入高山河流 自然形成的生态水循环 在这里不断循环往复 唐家河被列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之一 年复一年 这片河山孕育出无比灵动的世界 也就是说什么 无比 fender本性连数 它不过又更何以后 在这片河水尖室里 发生什么样的